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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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墨洋 今天我們有一個特別來賓 待會就是要邊吃邊聊天 嗨大家好 今天跟我媽媽一起拍片 問我媽媽關於我這個人幾點前後 那麼大反差的一些看法跟想法 那我們這次先謝謝韓國觀光局 跟東西農產豬市會社 提供我優質的水梨來讓我做 下午茶料理桌 這是今天吃得聊的Menu 全部採用熱銷美日東南亞的精緻 韓國水梨 韓國水梨的特性就是 果形很美、果蜜、光滑平整 果點小而稀、食細胞很少 也不會有水秀和黑斑 平均單果一顆約重500公克 現在秋冬乾燥的季節是我覺得 最適合吃水梨的 三隻可以降火、潤肺寒、感染 風熱等等的疾病 如果咳嗽有痰或是喉嚨痛的人 吃水梨可以幫助好轉 不過生的水梨性寒 不適合脾胃虛寒的人 或是風寒感冒導致咳嗽的人 這邊切一切一半 我會丟進果汁雞炸汁 另一半就直接切片吃 水梨炸汁非常簡單 水的份量就是掩蓋過水梨就可以了 要打得多細緻就看大家的個人喜好囉 這樣就完成了 非常簡單吧 水梨也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我們的消化系統 下一個來做水梨香菇燉雞湯 食材當然有水梨、雞肉和香菇 建議是用乾燥香菇 調料是用醬油、米酒和薑粉 沒有薑粉切幾片薑片也OK 鹽巴只是少量即可 如果是乾燥香菇要先泡水軟化 再來把整顆圓光光的水梨切小塊 食材準備好之後 我們要先把雞腿肉汆燙去一些 大略汆燙即可 不用煮熟 OK汆燙完成後就開始無腦流程 把雞腿肉放到鍋中 加入泡軟的香菇 加入去皮切丁的韓國水梨 醬油、米酒、薑粉、鹽巴澤 分別加入 泡香菇的水可以倒入 再來倒入水直接蓋過食材 攪拌一下就可以拿去燉 我用的是電子鍋 但一般的電鍋也是OK的 包廂模式選好之後就可以放著等吃啦 好了之後 OMG色香味俱全 不要覺得燉水梨很怪 煮熟後的纖維質更軟化 也同樣有清熱質和潤肺化碳的幫助 接著來做隱形平米千層派 趕快把食材解脫喔 都是很好取得的食材 先來做派皮 第一步把無鹽奶油微波加熱 雞蛋打入鍋中 加入砂糖 加入香草精 打算攪拌均勻 再加入融化奶油 加入牛奶 攪拌到均勻起泡 加入低筋麵粉和泡打粉 再繼續攪拌攪拌 大概到這種程度就OK囉 切切要把麵粉都打散喔 隱形平離千層派 顧名思義就是要用到蘋果和水梨 隱形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派幾乎都是由水果切片組成的 水梨維生素C比蘋果略高 在意美白的女生可以多吃喔 含鐵量高也是高甲水果 好接著要有點耐心把水梨蘋果都切了薄薄一片一片的 切片水梨會呈現這種透明唇白色的顏色 韓國水梨常溫下可以儲存15天左右 冷藏可以儲存5到6個月 蠻久了吧 蘋果也是一樣切法 小心不要切到熟喔 切兩種水果就可以對比出水梨水分真的很高 好盤不用再買吃盤就可以了 可以刷上一層薄薄的油 方便等一下脫模取用 你們就像我這樣一圈水梨一圈蘋果 直到把水果環狀擺完 有沒有隱形派都是水果熱量比較低 吃起來也不罪惡 最後把麵糊從邊緣淋上 然後再帶到中間來 我很喜歡肉桂啊 所以加了一點 可加可不加 再來放入預熱好200度的烤箱 烤30到40分鐘左右 烤好就像這樣囉 為了美光我撒了一些糖粉 燙燙完成啦 去切來吃了 OK 那我們返回下午茶現場吧 來讓鎮港家庭主婦品嘗一下 你可以吃吃看 先吃這個 很脆很甜 很不錯 他吃了一個很 因為很多汁 滿滿呢他本身是一個物欲很低的人 應該說我們全家的人物欲都滿低的吧 但是他們物欲低歸低 不會特別去進行斷捨離跟擠擠 他們本身就是不會衝動工 不會亂買東西的個性 媽媽你還記得以前我的宿舍 或是以前我房間有多少東西嗎 你的房間都滿大的 那時候也覺得 啊裡面設計應該會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像煮東西啊 所以你必須要吹具 因為我還滿愛買衣服啦 包包這類的東西的 所以我到你宿舍去 我是真的覺得有東西滿多的 有多到讓你覺得很驚訝啊 有 第一次有驚訝到的感覺是 宿舍的那個牆壁啊 只要可以掛鉤的地方 掛了一套一套的包包 帽子 這個我至少就看到四五個 那你覺得應該不止 那什麼包包本來吃進去 那我看到的就只有四五個 回想我自己的大學時代 那樣已經叫做奢華了 你沒有感受到我比哥哥 或是比女孩或是爸爸都還要 真的想要買東西嗎 可能你買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 你覺得好喝嗎 我覺得這個湯甜甜的很好吃 這個甜味呢 不是來自我們一般調味料的那個味道 而就是這個水果的甜味 尤其它跟香菇還有雞肉這樣一起燉煮 雞肉燉的很爛耶 好好吃喔 整個甘甜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很滋補很可口 因為我們家每個人護育都蠻低的 開始有印象 我這個女兒好像不得了 你怎麼看到我當時那樣購物的狀況 在那一眼看到 當然我覺得很嚇一跳 因為我不知道你怎麼會變得這麼會賣 但是後來我沒有那麼 worry 我信任你的理性 信任你的理性也等於是信任我的家教 雖然沒有明文規定說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或者是怎麼去規劃 雖然那時候覺得多蛋 還不至於到擔心的地步 所以你看到我衣冠整個炸出來什麼 你也覺得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我相信總有一天會覺悟 你一定有缺錢的時候 告訴我要斷舍離的觀念 其實是你跟我講的 雖然你沒有在執行 但是這個keyword是你跟我講的 對我突然間就性情大變 你有什麼想法 一開始我提到的是 因為我們去年在歐洲 你要搬回來的時候 真的覺得你的東西太多了 很多我給你的建議說 什麼不要帶回來 什麼不要來 可是你卻堅持要 對 那時候我才跟你講說 你要選會斷舍離 永遠帶不完 而且也買不完 但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說 你會因那一次的訊息提供 你就把它記住 就有一些發酵 沒想到你後來竟然從這個地方 有了一些省思跟檢討 因為我覺得在你這樣子的一個年紀 然後又是念設計又是 你幹嘛一直把設計污名化 這麼一個年紀的女孩子 重視自己的形象 一定會需要很多的服飾啦 配件啦 來穿搭 我覺得太虛容 我連對你三分鐘的熱度都沒有期待 你覺得我就聽聽就過了 對 很多人行為的改變 是需要一些奇蹟的 其實還真的蠻差異的 真的完全變了個人似的 甚至我還會覺得有點疑惑 那些都是過去你花錢買的 你真的就捨得丟嗎 老實說有些東西我都覺得不捨得 比如說那些包包 這個香菇尤其甜 燉了這個水梨 我真的覺得更入味 你說水梨有飲料讓香菇更好吃 那它原來的那香菇的那些苦味都沒了 水梨汁你比例大概分TPE左右 它會有十顆化痰的效果 還不錯 那很多網友都有告訴我說 他們開始執行斷舌禮的時候 尤其跟家長住 或跟老人家住 阿公阿媽住 他們就會說 不要亂丟東西 然後甚至會把 我們已經決定要斷舌禮的東西 全部被他們撿回來 那我在斷舌禮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樣不妥嗎 有一些東西的確我看還覺得還不錯 甚至我還可以用的 後來我又想到說 好不容易你有興致熱投 而且付出行動了 我不要在這個時候去製造一些阻礙 其實我的確有那個衝動想要去阻止 但是我為了要讓你這個念頭能夠持續 然後支持行動 我有克制我自己 不是那麼迫切需要用的東西給別人 捐出去給一些弱勢團體 或甚至賣掉 或甚至賣掉都好 真的只能講我在做斷舌禮的過程 因為你們也沒有特別阻止我 或是甚至是說 就是你們很扫我去做這些事情 好那如果現在的我 現在還是一個 就很愛買亂買 如果一直花錢如流水 你要給我什麼建議 我真的會給你一些幫助 消費的規劃 強烈建議你做記帳 有阿會有記啊 可是你知道窗中購物的人 我們是記了帳之後 但只是看我們還可以畫多少 對我來說已經是一種 失控的消費行為了 我會告訴你很多 準備要做的事情 那需要錢的 沒有一筆存還的話 你未來設定的目標 你會找不到 確實不 像我以前那樣的花費方式的話 我覺得我這一年下來 真的存不了錢 每個月都會買網拍啊 逛街還是那種 蛤我今天沒有買東西 我已經想回家了 對啊 你沒有辦法想想 但我以前就是那個樣 你覺得我這一整年的改變 對於你自己個人 或是對我們家 有什麼影響啊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就是 強化了我們的生活要 要種植不重量的概念 這個是我要謝謝你 帶動我們全家 有在行動的 就像你那個衣服的穿搭 你的衣服不用太多 但是每一件的搭配性很強 好像你一件衣服可以變成十件衣服 我們現在有在搬家的狀態 搬家的過程呢 我們就有受到這個墨洋斷手禮 就是覺得有必要用的 會用得上的 才拿過來 東西少就會讓你覺得清淨 蜜跟蘋果 那就是水果派嘛 嗯 好吃嗎 好吃 配一杯咖啡更好 因為它甜甜的 配茶或配咖啡 今天全部裡面你最喜歡吃哪個 這個還是這個金剛 這個也是 如果大家對今天的水梨料理有興趣的話 這個韓國水梨都可以在台灣的各大超市買得到 或是可以到線上紅台去購買 不過大家在買水梨的時候 要用正版的logo去做辨識跟購買 那這是一個送你之用都兩相宜的很好的水果 那就推薦給大家 謝謝墨洋給媽媽亮相的機會 謝謝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 如果影片很難看怎麼辦 哪一次發 看原則剪辯的功夫 哈囉大家好我是墨洋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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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一直 在抽雜跟聽你講 沒有我等一下會Q你 你在講什麼 我在幹嘛 你要看那個鏡頭 講的時候你要看 重來 跟剛剛那一段也重來 我要重來 你要重來 好我們要重來 煩欸 你要從哪裡開始啊 從 從一開始 如果你我看到 風歌 風歌 兩罐 Marc 往往往往往 感谢观看